梅雨季节可能下个月就要来临 但是在巴巴风灾之后 淤积非常严重的高平溪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输菌 河川局估算 只要一天的雨量达到了500毫米 沿岸的民众就要立刻撤离 近年高平溪的大树乡 巴巴风灾以后已经顺利复耕 但每天看着高平溪的河川 还是比户半高 大家都很担心 即使已经填高一米多的农田 雨季的时候恐怕还是会再度受灾 广大的河川至今只清出不到10米宽的水道 巴巴风灾以后输菌工程虽然没有停过 但光是下游就有超过500万立方的沙石阻塞河道 即使到6月底也只能完成一半 不只输菌的速度有限 沙石的清运至今依然采变卖方式 但每立方600多元的售价 立业者不愿意清运 影响输菌效率 关注县长杨全新和水利单位开会讨论 希望能够降价或者转送 但碍于法令 双方无法取得共事不欢而散 实在是很难过 水利署的观念有时候还是很事无关的思考 百分之百的中央管河川 现在农民要土你就给他 他说这个还要报到农委汇去核准 还要汇看 你这个矿日汇时怎么输菌 河崇县政府打算建请中央重建会 放宽法令加速输菌 但即使如此 河川局表示 今年雨季从上游到下游 只要日雨量超过五百毫米 就得全部采取避险措施 记者网易村蔡米校高雄报导